根据美国人自己的统计报告 在过去20年当中 他们在装备和训练阿富汗政府军上投入了886亿美元 截至到2021年4月份 阿富汗有超过30万士兵和警察 其中空军和经过精良训练的特种部队 是阻止阻击塔利班的主力 而北约去年的调查报告显示 塔利班预计年收入16亿美元 士兵人数从5.5万到8.5万不等 这是个巨大的反差 886亿美金 光是在装备和训练阿富汗政府军上投入了这么多 而塔利班年收入才16亿美元 差多少倍 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 7月底发布的季度报告显示 阿富汗有30万699名军警 其中军人18万2071人 但实际上在职的军警预计只有25万人 为了多领工资 部分指挥官谎报士兵人数 用幽灵士兵冲树 吃空想 因为什么呀 阿富汗军警的工资都由美国买单 对不对 你不吃白不吃 吃了也白吃 白吃谁不吃 中国的俗语套用在美国人身上 阿富汗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在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期间 就有阿富汗基层士兵 因为数月没有工资 没有补给 装备不足 而放弃作战 这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从那时候开始 这种情况已经是非常普遍 非常严重了 对吧 这个普通老百姓 这个当兵 为了吃饭 解决吃饭问题 90%都是文盲 对吧 无地可种 种地也吃不饱饭 所幸投军 混口饭吃 结果呢 还被这个长官 对吧 可口军饷 吃不饱饭 领不到工资 装备也不足 因为装备哪就是装备卖了嘛 对不对 2015年 由于逃兵伤亡 延长处议期人数下降 阿富汗军方不得不重新招募约5万士兵 这些人就是壮丁啊 省拉硬拽 骗来的 当时一名普通士兵一个月基本工资为300美元 听起来不错啊 300美元 实际上拿不到手嘛 在今年的战斗中 类似情景继续上演 东北部塔哈尔省的议员上月指出 该省巴哈拉克县的政府军反击了三天 在弹药用尽 没有支援的情况下 士兵被迫向塔利班投降 不是他们不想打 是打不了了 对不对 没有弹药 也没有支援 还打什么呀 拿什么打呀 所以为什么塔利班势如破竹 不战而降 就是这样 胆尽两绝 一名来自坎大哈的退伍士兵 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透露 他已经连续11个月没有收到退休金 退休金每月仅200美元 11个月2200美元的退休金 对吧 他都没有拿到 没有拿到这些老兵是这个样子 谁还去参加军队 谁还真心给你卖命 在塔利班猛攻之下 迟迟未决的腐败问题 对外国干涉阿富汗内政的不满 让阿富汗军的士气更加低迷 空军危机 在对抗塔利班进攻时 阿富汗政府目前采取的策略是放弃乡村和偏远地区 将兵力集中在首都喀布尔南部卡纳哈等战略要地 特种部队以及空军是政府依仗的中间力量 截至6月30号 阿富汗空军有167架可使用的军机 包括攻击直升机 但致命问题在于 问题来了 阿富汗军机的日常维护 几乎全由承包商负责 随着北约军队撤出 1.8万名承包商也将离开阿富汗 所以为什么阿富汗卡布尔机场现在那么拥堵 对吧 你光承包商就1.8万 这点运力还不够运他们 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也层层阿富汗撤军 但承包商依然留在阿富汗 为什么 有钱可挣 对吧 兵荒马乱 条件艰苦 但是只要有钱可挣 而且是大把的钱可以赚 对吧 利润惊人 所以说冒点险也值得 美军今年年初的评估显示 如果没有承包商支持 阿富汗空军各机型的战斗力只能维持数月 今年4月 阿富汗还有409名飞机维护承包商 到6月已经锐减到101名 101名 跟1.8万名承包商怎么比 基本上都跑光了 还是命要紧 因为没有北约军队 没有美军的保护 他们招不保息 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 而且这20年也捞够了 荣华富贵 对吧 这一辈子都花不完了 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就为什么说美国总统 他这个拜登其实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说他不理解 为什么阿富汗军队会是这个样子 对吧 这是美军年初已经做了评估了嘛 对吧 只要美军一撤 承包商也就撤了 承包商撤了 后期的维护 尤其空军的维护 就瘫痪了 只能维持数月 那现在他当初都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了 现在几天都维持不了 因为谁还去 对吧 给你坚持 谁还在去维护 没有这些维护 这些空军飞行员早也就跑了 去透露 阿富汗空军的建设一直有一个前提 美军和承包商将长期留在阿富汗负责日常维护 坚如磐石 告诉你 坚如磐石 solid as a rock as a steel 这是美军的承诺 美国的承诺 我们将坚定的长期支持你 跟你站在一起 我现在看都是屁话 都是谎言 都是忽悠 对吧 都是来害你的 美军培养了阿富汗飞行员 但在培养维护人员时 有意只将其培训到特定程度 美军官员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时间和资源 实际上就是不想告诉你 太多秘密 设设计到我们深度的秘密 设计到我们军事 知识产权 甚至说你们这些人万一叛逃 计较 对不对 不是开个推土机 开个铲车 炒个菜 美国加速从阿富汗撤军前 一批阿富汗军人被派到斯洛伐克 9个月学习如何维护黑鹰直升机 但受新冠疫情影响 这批维护人员返回阿富汗后 没有接受过承包商的实操训练 你得隔离嘛 对吧 承包商也不想冒被感染的风险 阿富汗空军库存45架黑鹰直升机 其中10架都需要检修 美军目前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网络视频 指导阿富汗维护人员作业 但如果军机出现严重故障 只能送往海外 由承包商在海外进行维修 截至6月底 阿富汗有25架直升机在海外维修 对吧 都没飞回来 无法参加作战 10架25 这个35架都属于非战斗状态 都不具备战斗的可能 对吧 只有10架黑鹰直升机能够正常的直搬 能参与作战 阿富汗空军面临维护困境之时 塔利班在扩大领地 政府军对空中支援的需求也随之加大 还是那个特别监察长办公室报告指数 由于火力支援侦察巡逻情报运输等需求激增 阿空军的所有飞机都在超负荷运作 就是阿富汗的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 超负荷的运作 而且呢 有可能他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十额租额的 这个及时的发放 这就是阿富汗军队的这个现状 对吧 你都甩锅给他们 说他们军心涣散 没有战斗力 一盘散沙 核心原因在哪啊 对吧 你这个体制 从一开始就出了大问题 对不对 超负荷运作维护不到位 加速了军机的损耗 以黑鹰直升机为例 4月和5月 黑鹰机队的准备完好率为77% 6月已经降至39% 对吧 就一个月的时间 从77掉到了39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吧 每一次升空都是在玩命 就跟台湾的空军一样 集队老化训练不足 经费有限 对不对 都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这个长官 或者政治领导人 是不拿台军的这些人命 当回事了 草菅人命 视若无睹 AC-208战机队的准备完好率 则从93%降至63% 除此之外 阿富汗还面临军机机组人员 人数不足问题 以A-29轰炸机为例 该机型需要配备4人 但阿富汗空军只能派出 两名合格的机组人员 对吧 一个A-29轰炸机需要配备4人 但你只能出两名合格的机组人员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车但没有司机 有坦克但是没有 没有机长 没有炮手 雪上加霜的是 塔利班正在对阿富汗的空军飞行员 实施暗杀 近期至少7名飞行员的暗杀中身亡 对吧 这是个高V职业 是成为塔利班的暗杀的重点 所以你说这些人 这些飞行员 他还愿意甘心情愿 再替你卖命吗 对不对 何苦来哉呢 而且美军都撤了 所以我们也赶紧脚底告油 6 赶紧跑吧 再讲讲美国的问题 空军面临的需求激增 一样被寄予厚望的特种部队 也在超负荷运转 在6月底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种部队指挥官指出 4月起特种部队的行动增加了30% 因为美军要撤很多工作 要换房 要交到阿富汗本土政府军手里面 不堪重负 没准备好呢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对不对 哪能一蹴而就 马上就立即完成 撤的太仓促了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北约特种部队阿富汗指挥部的监控还显示 随着塔利班加大攻势 大部分阿富汗国民军部队 拒绝在没有特种部队支援的情况下 执行任务 抗令 不从了 谁都不想去送死 白白送死 对不对 但当特种部队到达现场后 特种部 特种兵被要求完成常规军队的任务 包括清理道路 负责确保检查站安全 北约监控指出 近期阿富汗军队对特种兵的滥用 大幅激增 对吧 特种兵 是这个尖刀啊 对不对 是剃骨刀啊 你这个杀鸡用牛刀 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不负责任 对吧 但是你如果说那些常规军队军心涣 已经不干活了 指着精英部队 特种部队 来干一些日常的清理道路 负责任 你不是这是 对吧 杀鸡用牛刀 这是巨大的一个浪费吗 这太可笑了 近几个月在战场上 还出现了常规部队抛下特种部队 让特种部队独自面临面对塔利班的情况 因为很正常常规部队想我都没拿到军饷 对吧 你们装备又好 你们待遇又高 那你来干我的活吧 你像不像国共内战期间 所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美军得卸装备 对吧 他们五大王牌 他们的待遇 比那种地方军阀那种杂牌军强得多 所以杂牌军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啊 也是一样 待遇又不一样 对不对 那所幸 你牛 你上 你来干 六月 二十多名特种兵被派往法利亚 法利亚不省支援当地政府军 最终特种兵全员遭塔利班处决 此事引发民众抗议 有士兵家属指责阿政府 让特种兵独自战斗 没有为其提供支援 阿富汗官方没有公布特种兵的数量 但有官员透露 阿富汗特种兵更约五六 5.6万人分布在陆军警察和情报机构 人数特种兵都这么多 这是用美国人用钱堆起来的 塔利班占领更多绳首府后 特种部队的工作量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这些精英士兵被派往塔利班占领去夺回各首府 另一方面他们还负责守护坎达哈喀布尔等关键地区 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指出 阿富汗军队的能力之所以严重分化 与美国在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同时 又入侵伊拉克相关 入侵伊拉克后 美军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伊拉克战场 而2002年到2006年 正是塔利班最虚弱之时 分析认为 如果美军当时认真训练阿富汗政府军 则阿军队不会是现在的状态 就是美国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把重点呢 从阿富汗转移到 这个伊拉克去了 其实你说是个错误吗 这个司马昭之心 醉翁之意不在酒 大家都清楚 阿富汗只是个借口 反恐是个借口 是吧 他真正的目的 是建制 萨达姆 建制 这个 伊拉克 控制伊拉克 将来再打翻伊朗 从此呢 他可以整个控制中东 所以这是美国真正的目的 对不对 升东击西嘛 但是这个战略呢 在美军内部政府高层也有很大的分歧 但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政治领导人说了算 对吧 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 军工复合体 对吧 主导了美国的政治的走向 多名阿富汗官员还抱怨 虽然驻扎在阿富汗近20年 美国和北约并没有投资建厂 让阿富汗拥有自己制造武器配件的能力 因此阿富汗政府军的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来自美国 这种做法也确保了美国阿富汗政府 武器装备上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 就是我继续给你卖军火 对不对 你不要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有诸多的问题 对吧 这是产权保护 容易泄密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没钱可赚了 军火商 不能源源不断的卖新的武器弹药 开工不足 就会容易引发经济危机 对不对 但是等周二呢 这个美国总统发表讲话 拜登还是说他自己不后悔 从阿富汗撤军 强调阿富汗政府军人数超过塔利班 他们要为自己作战 为国家作战 结果最后就是稀里哗啦 阿富汗政府军一泄千里 因为没有美军的支持 阿富汗军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没有任何战斗力 所以说 大家听到现在 我估计应该非常清楚 阿富汗政府军溃败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什么啊 希望对大家 理解认识 有所注意 我也没白费功夫 白费口舌 感谢大家收看 还是欢迎订阅 转发 点赞 也可以跟我进行交流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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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